聽到壓力測試這件事,我真是心有餘悸 因為在最低工癡殺人的時候,你們的壓力測試就說 可能有四萬份的工是不見了的 那又不是你們特別的 那些歐盟、美國那些銀行壓力測試全部都是假的 我想請教你們,這個壓力測試 對於最低工資的委員會有沒有影響力 因為上次我被你嚇到暈 我上次就直接在罵你們,說你的壓力測試多餘 那現在你又做這個壓力測試有什麼意思? 這個壓力測試有什麼科學性? 就是你去問人 因為你算他那些結構性的成本 你估計工資上漲之後,他可能 我覺得這些壓力測試完全都是廢話 由雷曼、美國奧巴馬叫人去做的測試 全部都是廢話 我關心的呢 就是我 我就認為 整個經驗教訓是什麼呢? 就是 最低工資的訂立 或者是最低工資 繼續向上拉 是會改善到勞工階級的生活 這個已經證明了 而你們的壓力測試說 很多中小企會倒閉 就沒有發生到的 這個是事實 還有一個數據就是 我都不知道從哪裏看回來的 就是說 過去十年 不知道從哪裏數起 就說 我們那些工人階級的兄弟 那些實際工資 尤其是低薪的那些 在鄉下跌 你想想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說 叫我現在二十八元這樣拉一拉 就更奪得厲害 是不是? 所以 我想請教你們 其實你政府有沒有一個目標 就是你施政有一個目標 最低工資 就是說你是 想改善哪些人的生活 或者你是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這些最低薪的人的工資 改善了之後 對於工資的拉動有多大呢? 那你就看起來又沒有 是因為 看那個行業 輕不輕旺 我只聽你說 有些行業很輕旺 所以他就 加多一點 那這個完全是市場機制 所以你不可以計 就是說 最低工資低了之後 一定是會 全部人都向上升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 最低工資 實行了之後 在周邊 那些marginal的人 他當然是會水漲船高 但是這些人 加了工資之後 對於 那些老闆的 成本結構有多大的壓力呢? 我就最有興趣知道 將來就加了 即是將來你加 即是加最低工資的時候 當然是爭論這個問題 即是說 如果你加太多的時候 可能令到 那些 有些僱主不能夠適應 那他就會 倒閉 或者裁員 那不就懂得其反 那我想請教你們 你在今次這個 統計的數據裏面 你得不得到這樣的結論 你得不得到這樣的結論 是 兩個就是 一個壓力測試是怎麼做的 是的 第一個就是 是估算來的 第一個就是先回答壓力測試 然後跟著那個 到底有沒有一個 所謂水漲船高 沒有涼漪效應 那就 兩個問題先 或者再 如果有跟進 第三個就是 他們的意見 就是 會不會像他們以前那樣說 那個涼漪效應 會令到更加多人失業 有沒有發生到 即是涼漪效應 有沒有令到更加多人失業 吳呂少 或者先回答壓力測試 多謝林議員這個提問 首先 壓力測試 我想說 就是 因為 其實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和最低工資委員會 他們定定那個 最低工資水平 都是需要以證據為依歸 這個大原則 所以 為什麼呢 就是需要做這個壓力測試 就是他們是要考慮一下 說 在不同的水平 對於 雇員 和雇主 他們的影響會是怎樣 其實不只是雇主 他們都會看雇員那方面 其實是兩方面去看的 而這個壓力測試 這個影響評估 其實只不過是他們 考慮這個水平 定定這個水平 是其中一個 他們會考慮的因素 其實最低工資委員會 剛剛 其實今個月初 4月2日的時候 亦都上載了一些文件 就是關於他們對研究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初步構思 裡面已經是很清楚指出 他們會考慮了一籃子的指標 而這一籃子的指標 亦都是教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 一籃子指標有所優化的 是加了很多指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第一次 最低工資實施的經驗 所以變成有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比較密切地去看 監察著整個市場的變動 會是怎樣的 他這裡上載了一籃子指標 有四個範疇 包括整體經濟的狀況 勞工市場的情況 競爭力 和社會共融 這四方面 除了這些之外 他也有上載了 剛才主席也有說 他上載了一些補充的數據 統計資料 希望各家人士可以根據這些資料 去更加深入地去做一下他們自己的評估 看看情況會是怎樣的 還有除了這些之外 他們也會考慮其他相關因素 因為其實 最低工資委員會 已經做了第一次的公訊諮詢 見了百多個機構 根據他第一次的諮詢 他們也有上載了一個摘要 他們通過第一次的諮詢 他們收集了一些什麼意見回來的 這些當然我們會很好的考慮 另外一個他們會考慮的因素 就是影響評估 就是我們所說的壓力測試 所以其實在整個框架裏 這個壓力測試只不過是一個範疇 他們會去看的一件事 但是因為是秉住以數據為依歸的大原則 他們是必須要在不同範疇 在各方面他們都會考慮到的 但問題 就是我聽也聽不明白 你是一個推論 就是說 我想這樣 我回答梁議員 你那個四萬會怎麼來 我想你關心的四萬會怎麼來 那吳女士就沒有回答你四萬會怎麼來 因為其實有兩種測試的 一個是比較數據化的 就是說我如果加二十九元 三十元 三十一元 三十二元 三十三元 三十四元 三十五元 對於成本的影響 那這些真的是數據的 但是有一個四萬會怎麼來 就是其實我假設這個增幅的成本 假設這個就是最不好 假設的老闆 是將三成的 我記憶之中 三成的增幅 轉嫁為一個裁員 就會有四萬人失業了 但是這個假設 我希望今次不會做這個測試 我想問你會不會做 因為這個假設是很多餘的 因為我可以假設很多東西的 我可以假設租金便宜五成的話 人工跟著就完全零 那個影響是零 甚至負 就是我可以這樣假設的 但是他們不是 他們假設說 就是將三成的人是裁員 來解決 那當然有四成人 四萬人失業了 如果你三成人裁員 但是事實不是 就是我想問反而就 就是跟回你的問題 今次會不會再做這些 那麼多餘的壓力測試呢 因為今次我未見到 希望不用做 我覺得 多謝主席的追蹤提品 其實上次 為什麼會有一些假設呢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經驗 沒有這個實行最低工資的經驗 而那個三成這個數 其實就是在諮詢過程裏面 有持份者向我們反映 他們會是 因為成本上漲了 他們迫不得已都會是裁員 他們覺得最高它會抵消多少呢 這個當然是在我們那個諮詢過程裏面 就是我們不是憑空自己亂說 我想知道今次不會再做 今次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經驗 我們有了經驗 不用做了 正正是 為什麼我們看到呢 為什麼我們看不到 我們這個負面影響不明顯呢 因為我們的經濟很暢黃 比如說經濟暢黃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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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絕對是今次 我們都會考慮在內 這個 因為正正我們今次 在這個實施過程下 我們見到的 其實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那 我發現第一次做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經驗 就很多需要依賴假設那個範疇 可能多些 但是希望我們今次 就會做得 不需要這麼多假設 是會 反而是根據一些我們看到的數據 實施阻難 那個情況會是怎樣做 主席 其實我覺得在學術上面 你是應該 找一千個 或者兩千個人 去做一個 就是長期的跟蹤的採訪 就是說 實施了這些工資 一個清潔工人 他的遭遇是什麼 或者一個清潔 的判頭 這個才可靠的 就是你找個學術機構 或者跟一部分的老闆 跟一部分的工人 你做一個長期的跟蹤採訪 那你就 在實際上知道 好過你去推論 因為推論 是一個假設 但是你要明白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假設錯了 那些窮人一定會受害 你明白嗎 這個是不可以玩的 因為他們的工資向下跌 其實是 如果你們不是 如果不是 實用這個最低工資 我想那個實際的工資的下跌 就更加大 所以 我的意見 就很簡單 我完全是贊成科學的方法 但是你就不可以 就是用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本身是 現在他們都說不用這個假設 所以就 我建議他們 就是 但是你反而要有 希望做個追蹤調查 是嗎 是呀 追蹤調查最好的 是 或者有沒有回應 因為諮詢是沒有意思的 是 對 委員的意見 或者我回應一下 其實 如果要做一個很大型的追蹤調查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都真的很多 而且時間上都是一個問題 究竟那些數據可不可以 能夠及時提供到 讓最低公司委員會去作個考慮 不過就算 有以上 剛才我提及過的局限 我們其實 勞工署那邊 都已經 平成了一間顧問公司 就著飲食業 和零售業 是做了一個統計調查 那個做的方法 就類似剛才梁議員提議的 追蹤調查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是 每一間公司 即是我們所知 那個做法 就是每間公司 他們會去看回2011年 和2010年 這間公司裏面 每一個 若干 即每施設工資 可能是40元以下的僱員 他們10年的時候的情形是怎樣 11年的情形是怎樣 如果工資有轉變 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或者可能稍後 其實當顧問公司 完成了這個研究之後 就會有更多的資料 可以提供給公眾做一個 這個大約什麼時候會完成 這裏我可以補充一下 這裏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在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時候 亦有相關組織 團體發表意見 最低工資會不會影響到一些 所謂的薪酬階梯 一些連以效應 會不會有很嚴重的影響呢 因為當時在臨時委員會的時候 真的沒有這個資料 沒有這個調查 所以我們現在行的最低工資 我們正在做一個針對零售業和飲食業 這兩個行業的薪酬階梯的調查 直接梁議員你剛才提出的意見 追蹤性的調查 希望反映到情況會怎樣 這個調查正在進行中 我們都希望可以盡快 我們預計可以今年年中到的資料和數據 我只想說一句 因為這件事知事體大 因為我們影響很多勞工階級的收入 我覺得政府真的要給多錢 這是我們學術界或者我們政府 不可以說支出很大 因為如果你說政府是不是沒有錢呢 它是有錢的 譬如你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跟蹤訪問 其實是更加科學 因為你經常都用中位數、平均數 它在數學上面是未必犯的 我明白 這個數本身是有 一定是有缺陷的 中位數、平均數有 如果你做多些跟蹤的 sample 大一點的話 是更加能夠反映事實